嗨 我是小玉 嗨 我是秀 今天拍這部片的原因是因為 原因就是因為上一部影片非常多人 想要我們再去回顧一下 當時我們其他的都市傳說 所以呢今天我們又要來回顧我們自己的都市傳說了 今天第一部要來討論的 都市傳說叫做 凌晨三點晚 不是啦 凌晨三點晚之間陀螺的都市傳說 那時候有一個網友他就 到我們粉絲專頁然後呢跟我說 他前幾天做一個都市傳說我成功 然後他教我怎麼辦 直接討論的都市傳說是說 會有無來電癬式打過來的 有嗎? 沒有 你打給我的 因為根本就沒有人打給我 所以我就叫秀打給我 然後那一天通常嘉義這個都市傳說沒成功完 那我們是另外一個比較恐怖的差異差異 那時候我想考託服然後都沒考上 我就想到有一個方法來念證 查一查就是叫他來寫一下 如果真的可以成功的話 我就決定再考上 玩一模一樣的遊戲 我覺得 你在教會你所有的觀眾你知道嗎 對對對反正這個都市傳說 一開始我們在試的時候 就是他不管怎樣就是永遠都不會動 怎麼樣都不會動 就一直靜止在那邊 後來呢我就想到啊 好那就讓他動 反正這個也就是也沒什麼情況 唯一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 你看有印象深刻的 因為我覺得我寫yes no寫得很漂亮 我們沒有好回覆這個 你過來上 這個都市傳說在過程中會有那個白色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可是就是有網友回覆說 那東西其實 對 有人說是寵城 對那應該是灰塵 喔灰塵喔 對就是灰塵 啊我們房間那麼多灰塵 世界都是一堆灰塵的 好 啊為什麼耳鮮片拍不出灰塵 因為那時候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那是用iphone拍的 喔 iphone可以拍出灰塵喔 因為iphone對焦比較不準 像我們這個對焦 就是很準 它就是會對臉部辨識 所以它就是對焦我們的臉 中間飄過的灰塵其實它不會對焦到 可是那個它就一直在那邊對焦 對焦灰塵 這是我研究出來的 比較科學的方式研究出來 好聰明啊 然後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要回顧的是 對 喔三個過王 很恐怖的 對不起傳說 那遊戲很恐怖的人 恐怖在就是 很黑 然後又是這幾個人 因為你會把整個 場景固執的還蠻奇怪 就是有兩面鏡在這邊 然後你能坐在中間 前面有桌子 然後又有三張椅子 你就是被圈住的感覺 因為那時候你有跟我講嗎 就是在遊戲過程當中 你的左右兩邊其實是會有跟你 不同世界的人穿茶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會坐在那時候感覺 會不會真的 左右兩邊會有東西 重點是左右兩邊還有鏡子 那兩面鏡反映出來自己是好多個 喔 你有看到 就是很深很深很深的感覺 一點點點點 就像在電梯裡面的三面鏡 對對對 你就會看到鏡子裡面的 鏡子裡面的自己 有觀眾詢問我說為什麼要一直講話 因為當你在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不一直講話 你沒有聲音在裡面的時候 你會一直覺得 好像聽到一些異世界的聲音 所以你必須靠自己的聲音來壓住這些人 你聽到的怪聲音 因為或許那聲音只是你緊張的時候 或是你坐在那邊的時候幻想出來 然後中間在9分35秒這邊 你發生什麼事情為什麼要打叫? 那時候感覺就是有人碰到我的背 我就坐在那邊嘛 我後面有電波扇 但是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背後 因為鏡子反射到的都是自己 但是其實是看不到背後的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有電波扇在吹我 就是從背後 所以你的背後會非常發涼的感覺 就是那時候我會大叫 是因為我覺得我背後有默認我一下 就是輕輕的那一種 可是我不確定到底是有東西碰到我或是怎樣 其實看影片是沒有東西碰到我的 那能解釋的話就是電波扇在吹我 所以我覺得好像有人在碰這樣 這部片在9分13秒那時候 我剪片的時候沒注意到 這次我回顧的時候我發現 GoPro畫面自己亮了 是嗎? 因為前面是沒有亮的啊 真的假的 欸對欸 可是後面自己亮了 真的假的 對 GoPro自己亮了 因為那個畫面不是要點嗎? 我如果有用過GoPro的朋友就知道 你只要開始錄影 你沒有去碰它 它就在錄影的時候 都不會自己亮起來 我一手拿了蠟燭 然後一手是拿了這個GoPro 我也沒有手去點它 就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點 嗯 欸它亮兩次欸 在前面這一段你被嚇到第一次 你看我這麼嚇人嗎 之後在後面這一段沒亮 對又突然亮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最後在10分51秒的時候 你說你感覺看到什麼怪東西 有人在前面飄的感覺 其實也看不清楚 因為真的很黑 你是不是因為蠟燭拿到太前面了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其他地方 因為蠟燭是亮這邊 對啊 有一些霧霧的 那種很不清楚的 那你最後為什麼會突然崩潰一下 因為過程當中 遇到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包括被碰到 還有看到怪東西 還有聲音 這些夾起來 累積到最後我已經跑下去了 好像是要玩到4點多吧 這個遊戲其實 他說4點33分就是 最後你可以結束的時間 但是在中間的過程中 如果發生什麼狀況 隨時都可以請守護者來幫你這樣 然後欸對了 上一部Part1 裡面講到那個地獄電梯對不對 但是我們都講到一個東西 電梯的那一部9分16秒 那個爪痕 我不知道那個爪痕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其實我蠻常容易有爪痕的 就是我之前有去壁灘 幸福樂園 我們沒有走上去啊 它有一個屍狗 我們站在那邊拍照 拍出來的照片其實我都閃掉 因為這個很恐怖 開完之後我們就去附近 那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我腳上有一個照音 是這樣子 一模一樣的小腿照 所以你就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這個電梯的都市傳說 最後這一段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秀自己個人的問題 還是說真的有什麼 我覺得是他個人的問題啊 跟他可能自己不小心刮到 還是怎樣的 但是不確定 下一個影片 頭髮好痛 這個是有一個網友 在FB的粉絲專頁私訊我 然後呢跟我講說 欸有一個這樣的都市傳說 他以前在一個歐美的影片看到 我覺得你做到最後有點那個 靈魂出竅 我記得那一陣子我好像有一個病 有一天晚上我是突然打個癮 然後我就跟妳講說 我頭很暈 頭炸臉 對很暈 然後我完全看到的時候 後面都是晃的 他會是這麼晃嗎 這麼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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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晃 然後呢我就一直講我是誰 我是誰 然後結果後來呢就 突然頭就很暈 我印象中那時候下一次感覺 我好像快不行了 我覺得我好像沒辦法掌控這個都市傳說 那我想把它做完 後來就沒意思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其實有人曾經講過說 如果對著鏡子看太久 就是好比說你現在對著一個字 一直看一直看 你會開始發現你不認識那個字 對我覺得這個都市傳說 可能更接近這個科學 那個東西叫做 羽翼寶 羽翼寶它是一種 心理學的現象 原理就是說 人的大腦的神經在短時間 如果受到太多重複的刺激 然後它就會引起神經活動的意識 然後你就會開始對這個字 或是對這個東西開始不認識 我覺得應該是類似這種概念 才會發生後面的那一段 就是我頭暈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忘記事情這樣子 所以應該也是沒有被附身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對 然後接著 下一位 被附身國會隔天就好了吧 對啊 被附身國會隔天就好 然後 你不要笑 這你畫的耶 你把我畫成這樣你在笑什麼 我快放了 那個你真的很煩 怎樣怎樣煩喔 那個你真的很煩 好 我們回到恐怖話題 好 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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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市傳說我覺得它還蠻有趣的 呃 雖然 雖然這一部片最後 我去抽彩券嘛 是不是抽到30塊對不對 嗯 可是你知道其實我去看數據分析 這個是所有我們影片裡面 增加最多訂閱的 就這部片 欸真的耶 可是流失的也不少啊 阿菲嗎 增加的多流失也會多啊 你雞關哪一雞 對啊 這為什麼要去特別點不訂閱呢 你有想過嗎 沒有什麼點不訂閱 你沒訂閱就是不 沒有啊 流失的訂閱就是說 他就說等於說他在看這影片 然後就這個怎麼那麼醜 然後就喔 小玉怎麼拍 小玉怎麼就是那麼醜 然後看他訂閱之後 把訂閱這樣取消訂閱 為什麼要特別取消訂閱呢 為什麼要特別取消訂閱呢 為什麼要特別取消訂閱 因為他我就看到你就不熟 我想取消這樣 是喔 他覺得我會為了他 就是 好難過啊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都市傳說 會不會有可能給我帶來幸運呢 嗯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他有給我帶來幸運 可是他不是說要先把 厄運版社 我覺得是因為那一部片 你的臉不一樣 還是你在每次都畫成這樣好了 就會有那種 哇 好帥喔 下一位 一位 召喚紙牌先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 沒什麼特別的欸 還有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要拿這副牌 喔因為 你現在什麼都沒有做這個啊 對我只有這副牌 我沒有別的我只有這副牌 那你有為了他難過嗎 其實我還蠻難過的 這都不是重點 你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被這個下大塊死 有啦 我覺得這個很白 可是那個應該不是真的啦 那個應該只是一個 欸因為你不管在哪裡 都會出現 但重點是 我覺得比較可怕的地方是 你看我們在那邊摸 你們是感覺不到那個熱量 蠟燭的熱量 跟那個熱量 是不一樣的熱量 你知道嗎 其實我在摸的時候 是一直感覺得到 就是周遭的那個火的熱量 對可是到那個 真的你這樣畫過去的時候 會發現有一個地方 特別熱一點 就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有時候可能心理作用 或是有可能 因為我有擁控火的能力 反正這個 就算說就是 還可以 我覺得有點像塔羅牌的感覺 所以也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下一步 Baby Blue 我玩起來是感覺是蠻恐怖的 這部片就是因為 我們家三樓廁所是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用 就是因為我們要拍YouTube 所以呢 我把三樓的房間整理起來 然後呢 對 改成工作室 所以其實那些廁所是很髒亂 沒有任何清理過 對 所以那時候沒有空間放 所以我只能把攝影機抱著 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這台攝影機 它差不多就有1.5公斤的重 然後呢再加上下面腳架 這隻腳架 2公斤 這樣整個架起來3.5公斤 所以我這樣子抱著腳架 然後一邊唸一邊晃 喔真的很重 越來越疲乏的感覺 然後到最後感覺 欸看中間好像是越來越重的感覺 我也沒有管太多 然後我的中間過程 我也多唸了好幾次Baby Blue 因為我根本就是 兩個在走就對了 誰數清楚啊 好 OK 然後抽完馬桶這邊 都沒什麼事情 然後在6分30秒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 有人說它藍色的時候 掉下來 這我覺得 這並不構成任何相關性 它突然掉下來 但它原本其實是掛得很好的 但有時候加一點都掉 對啊也是喔 可是那條布原本 掉下來之前 其實是卡蠻多的 所以不知道是什麼 啊我們誤會嗎 好 我們誤會 我們誤會 沒有這種東西 在6分58秒那邊 有人說 這邊有一個晃過去的 這樣感覺有沒有東西 喔有有有有 我覺得啦 應該是我的影子 因為在那個 也是有可能 但是其實不太清楚 那天其實還蠻恐怖的 因為那時候 我原本是想要撐到凌晨3點 再做這個都市傳說 可是我後來就是 睡著了 但通常你也很清楚我 我睡著是不會再起來 可是我那天是怎麼醒來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原本 躺在這個位置 然後後來呢 這中間的位置 結果後來突然 很大音 我就摔到這邊來 被推喔 我不知道是被推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我睡覺不是 動作都很大嘛 對啊 對然後就 這樣子摔過來 然後我就醒來了 而且我醒來的時間 2點33分 我也不太清楚啦 反正就是 有點巧合 會不會他叫你起來玩 真的 我也不知道 然後到最後8分鐘多那時候 其實我前面早就拍完了 可是後來 因為我要結束之後 我要收東西 一條一條的 刮喝起來 熱熱的 拉起來 可是你再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 我也不知道耶 但是沒有很深啦 然後隔天就沒了 那就還好 對 所以就也不知道是怎麼樣 那因為影片常駐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 Baby步路 剩下的如果想要再知道的話 在下面再留言告訴我們 其實這陣子就是 蠻謝謝大家支持我們 謝謝 那其實你們留言 我都有看 只是我沒有每一個都回覆 其實我們曾經有試著每一片都回覆 但是發現那個真的太花時間 就是導致我們跟 會沒辦法出片 對 會出條片 所以後來我們 其實有看到的都會有按讚 然後甚至說 欸 覺得你留言留錯 會按個愛情這樣 其實蠻常看到有人問你說 為什麼要一直在做都市傳說 啊你們難道不怕 別人看了 會去學啊還是幹嘛的 對 其實我們是蠻不希望 有一些太危險的知情人去嘗試 那其實主要就是 我們自己解除了我們的好奇心 也解除了你們的好奇心 對 我們做完之後 也是希望就是說 欸你們看完之後就知道了 這個 這個都市傳說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就不要再去做 看我們做就好了 對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打到五萬訂閱的時候 會做一個Q&A 所以呢 這部影片上成之後 你們可以在置頂的留言上面 把你們的問題都丟在裡面 然後我們會去做篩選 整理出來 做一個Q&A 在我們打到五萬訂閱的時候 對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不要非常的喜歡讚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如果想要隨時追蹤我們日常廢文 千萬不要忘記追蹤我們的 好的 surprising 按照